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节目平安 现在就是祈祷的时间了 请大家一起起立 和你一起宣告神的名 成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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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君知理我华 得到荣光充满全地 主神全能者 你的作为大哉其哉 万世之王 你的道徒已哉成哉 主啊 谁敢不敬畏你 得将荣耀归给你的名 你为独有理事性的 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 人家公义的作为 已经显出来了 也会说 没有能给你的 你本为大 有大用大力的名 万国的皇下 尊不敬畏你 敬畏你本事合而的 你为在列国的智慧人足 所有政权的尊名 也不能给你 你们要赞你来清重 也会说你们的神 永世无尽 也会说 你永耀之名 只应当清重的 招呼一切清重和赞美 也要唯独你是也会说 你做了天和天上的天 并天上的麻雀 地和地上的万物 海和海中所有的 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 天均也高敬拜你 也会说我们的父 以色列的神是应当清重 直到永永远远远的 也会说 川大 林力 荣耀 人性 威延 都是你的 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 国度也是你的 并且你为至高 为万有之手 丰富专荣都从你以来 你也似你万物 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 使人尊大强盛报出于你 我们的神啊 现在我们称借你 赞美你荣耀之名 神的灵是应当清重的 从耿古直到永远 因为智慧能力都属服他 他改变时候日期 废黄立黄 将智慧赐予智慧人 将智慧赐予聪明人 他显明深奉隐秘的事 知道万终所有的 光明也与他同居 万物啊 你们都要拍掌 要用夸圣的声音向神呼喊 因为耶和华之高者是可谓的 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军王 你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 并且归信他 你觉得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 他是本地万国的 要我话说 日子将度 我要及大慧的一个公义的苗玉 他的掌望权 行事有智慧 在地上私人公平和公义 在他的日子 又大必得够 以色列也安然居住 他的灵必称为 任何幻可门的义 大灾敬虔的奥比 无人得以为言 真是神在欲生显然 被声灵清义 被天使汉见 被传于外邦 被世人信服 被接在荣耀里 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 且将智慧刺客我们 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 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 就是在他而指耶稣基督论练 这是真神 也是永生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尝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他使得了人的罪 就了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刺客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命 既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命 无不不失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小荣耀归与父神 愿既因归与座在寶座上 我们的神 入归与高阳 重天事都站在寶座和 众长老兵四物的真为 在寶座前 免负与地敬拜神说 阿门 中赞 荣耀 智慧 感谢 尊贵 权命 大力 都归与我们的神 直到永远圆圆 阿门 那二十四位长老与四物物 就复复敬拜做寶座的神说 阿门 哈利与人 有声音从寶座出来说 甚至众木人 凡惊归他的 无论大小 都要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练好仗 群众的声音 众长的声音 带来的声音说 哈利与人 又为主我们的神传人者作望了 我们一起与心徒说 主要我们靠着大能大力做光强的人 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以属血力的争战 是要那些执政的掌权的 那些幽暗世界 要入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 所以 我们要乃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好在磨难止抵挡仇敌 并且 承诈你一切 幻能站得住 所以站稳要 要用真理当作大致俗要 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凶 用平安的福音 当作预备走路的鞋 穿在脚上 我们要拿着信德作盾牌 可以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 要戴上救争的头盔 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靠着圣灵 就是多方吐告的祈求 并要警醒不决 为自己来祈求 为远处近处的家人祈求 为轮舍来祈求 为城市来祈求 为国家来寿望 为普世求平安 为教会的复兴 求主持下话语 让教会可以挥动圣灵的宝剑 愿主来给说话 所有属神的教会 让祂宣告上帝 你的大能力 这个世界里面 要愿着你掌权 求主为你的命 起来工作 我们感谢神 愿主兼顾圣者一切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阿门 《小谭传》4章12节 他说 除他意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慈下别的命 可以靠着得救 2020年初 疫情就开始 越来越慢慢明显 去到3、4月就开始很厉害 起初的时候 因为各国政府的那些 药商、药厂 特别是美国、英国也有 英国大学 那间大学 都出疫苗 说我们会很快出疫苗 所以我们出疫苗 才能够办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或者从人类的角度来看 或者从过往的经验里面 那时候我们想出疫苗 那希望 好像有得救 好了 结果 你现在看回整个全世界 现在打疫苗的情况如何 你知道这些疫苗是一面倒 去了全世界的千进国家 法国、德国、英国、美国、加拿大、荷兰、以色列 如果我们再看清楚 非洲 只打了几个百分比 是不够十个百分比 南非 在非洲来说 打了二十多个百分比 但你现在看看 整个疫情的情况 最近 在欧洲和北美 全世界最不好 就是打得疫苗最多的国家 我意思是 如果将你的盼望 投入人 或者科学能够做到什么 那你就 唉 因为以色列已经开始宣布 打第四针了 如果我们靠科学来拯救地球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 我自己相信 我们仍然都要靠上帝来拯救我们 你知道大魏都经过很多患难 被扫罗追杀 被很多困苦 上帝都一一拯救他 我自己有这样的灵兽 我们祈祷 就真的被世人看到 是上帝自己大能的宝贝 有一天拯救地球上的人 从灾难中走出来 以至到 那些人会觉得 这个上帝真是厉害了 是值得我归信他 而他这样得到救恩 就好像那个血流妇人 我摸到你的山边就可以了 你真是有这么大能力 香港清零清了这么久 现在我们有些朋友在北美 都不相信我们香港清零 所以你问我 我真是深信 香港可以这样 是因为上帝拯救我们 希望有一天 上帝的保守对香港 是成为一个很大的 我们去见证上帝的大能 希望世人看到上帝的大能 看到我们真的要归信耶稣 耶稣真是那个拯救 就是一个带我们 进入一个永恒的角度 我们从罪中得释放得拯救 然后我们今天要祈祷 为Omicron新冠病毒株 在欧洲和北美 现在是迅速蔓延 他们的迅速是以几何级数上升 所以传得比Delta快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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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英国做了一轮是9万宗一天 9万宗里面有1万5千宗是Omicron 苏格兰就很严重了 他们的首席部长就说 他们由26日开始 三个星期加强限制公共活动 德国就说28日开始 这次所有足球赛事大型赛事 全部不让观众入场 夜店的士高不准营业 私人聚会最多10个人 法国一日平均大约5万多 荷兰就最严重了 全国封了 封到下个月14日 所有学校停货停到下个月9日 所有酒吧、餐厅、健身室 非必要的全部都要关门 我们看看美国和加拿大 德州已经有第一个Omicron死亡的个案 是一个没有打针五十多岁的人 华盛定宣布 所有的室内全部要戴口罩 加拿大一样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大家一起为这些国家 透过求主念吻我们 人在列邦中要说 如说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 它要按公义审判万民 愿天欢喜愿地快乐 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 我们世人的指 Omicron新冠变种病毒 在全球急速蔓延到九十个国家 令到有关国家的医疗系统 可能不胜负荷 欧洲很多国家和北美国家 都急切用不同的抗疫措施 去应对聖诞的来难和新年的假期 求主纪念 原主真正的平安 真是临到地上呼救拯救的人 特别是要应付确诊者 不断涌入医院的医护人员 求主后次医护人员 有强健的心灵 能够在睡眠后 尽快恢复体能和精神 继续做他们的工作 CN年文的主 我们将欧洲很多国家 以及美国、北美 包括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荷兰 美国等政府交托给你 求主赤江强勇敢的心 比有关国家的领袖 在自由优先 或在疫情优先之下 作一个聪明而艰辛的 收紧抗疫的决定 为了他们的决定 德蒙神的坚固 又同时得到内阁要员的认同和支持 并且市民以正面行动回应 求主显明主爱世人到底 发明叫所有新冠病毒自我毁灭 好让变种病毒的肆虐能快速止息 甚至所有抗疫措施 能够得到预期的果效 求主施恩 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圣命求 阿们 为了香港健康码 能够顺利推行讨告 大家记得 香港政府推行安心行当时 都遇到不少困难 现在要再推行健康码 其实进一步更复杂 用实名在政府的网站注册 你的住址证明 和安心行的行踪记录 全部要上载上去 那你就可以拿到一个香港健康码 今天要回大陆 这些硬件配套已经可以了 创科局帮忙都搞定了 但现在是软件执行的问题 现在接近60万人登记了申请 有一半的户口已经启动了帐户 我们要为这件事祈祷 希望这次的执行 政府做得比上次好 更全面 以至到那些人真的可以安心 又安心回到内地 又可以开心 看到自己的 要做到自己的事 好吗?我们一起祈祷 我有谋略和真知识 我赖聪明 我有能力 帝王借我作国为 君王借我定公平 王子和世上 一切的守博官 都是借我的掌权 主要自从政府 12月2日公布通关安排 市民日后返回内地 需要在智能手机安装 安心出行的程式 再将这个记录 连接到香港健康碼 我们将需要使用的人士交托给你 原知知智慧和聪明 给有关官员知道 如何简化使用香港健康碼 所涉及的细节 特别是登出登入的操作程序 原政府的初步计划 或跨部门动员到区 协助市民申请下载 及使用香港健康碼 都能够全面照顾到 各式各样的情况 及需要 主要我们将这次 看来复杂的事情交给你 因为你曾用大能 和新出来的帮备 创造天地 在你里面 是没有难成的事 愿你帮助我们 每一个人 换主耶稣的明智祈求 阿们 虽然新的变种病毒 Omicron 来世洪洪 新冠病毒 也试约全球 已经两年了 差不多 大家其实也不要太灰心 因为正如牧师所说 我们的盼望 我们的拯救 是在乎上帝的 而上帝永远是掌权的 我们看到 其实新冠疫情 其实也出现了一些曙光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世卫的专家 其实在上个星期 研判全球的疫情 他就说 疫情其实也有望在明年结束 而世卫的总干事 谭德塞博士 就在新闻发布会上面 也坚称 疫情是有可能终止的 但是我们就必须 用上一切可用的工具 包括接种疫苗 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以及要取消 未来的节兴活动 因为大型的群众聚集 将会加剧 Omicron的传播 他就呼吁 全世界都要同心协力 以期待明年 可以终止新冠疫情 他又指出另一个很重要的情况 刚才牧师也提到 就是全世界必须解决 疫苗分配得不公平的问题 他说 如果要在来年终止疫情 必须终止这种不平等的情况 我们再回想 整个新冠疫情 其实每一个阶段 都很感恩 上帝已经为我们 预备了所需用的防疫药品 一般的防疫 最重要的药品 就是一方面 要有检测 要有疫苗 以及要有药医 这三个是最重要的防疫 而新冠病毒检测和疫苗 已经有了很久 现在原来已经有十款的疫苗 列入了世卫的紧急使用清单 而治疗的药物方面 美国已经有两间药厂 加上最近中国已经有一间 已经成功研制出 这个治疗的药物 这些都是防疫必需的药品 而这些药品的研发 都比一般的传统药品 所需要的时间快很多 这些其实全部都是神的恩典 以及大家的祈祷 才有这么快的疫苗可以出来 还有 在中国实施的动态清零策略 亦已经被证实了 大约四个星期左右 就能够应对疫情 我们感谢神 真是为我们带来盼望 我们感谢神很联敏我们 诗恩给我们 不断引导我们 我们从不同的角度 去为新冠疫情 为万国列邦祷告 这样我们一同为到 在新的一年里 新冠疫情能够受控 国际社会能够 逐渐回归正常生活 来的土国 凡等候耶和华 心里寻求他的 亦会说必施因及他 联敏世人的主 新冠病毒肆药全球已经两年 新的变种病毒株更加是来势匈匈 全球很多的国家都是处于很艰难的时刻 但是感谢主 为世人预备了最重要的新冠药品 让我们可以有检测 有疫苗 有药医 也都从中国的防疫政策 可以总结出一套 对于新冠病毒防疫体系有效的工具 主啊 世卫对全球疫情的研判 是在新的一年 疫情有可能终止的 世界各地能够逐渐回归正常的生活 但是我们必须用上一切可用的工具 包括要接种疫苗 戴好口罩 以及保持社交距离 以及取消接庆的大型活动 我们祈求主 你兴起好轮舍 特别是中国 都愿意帮助低收入的国家 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新冠疫苗和药物 让人人都能够得着公平的对待 也都同时减低新冠病毒变种的风险 我们也都祈求主 叫各国的政府 都能够同心协力 继续广泛实施公共卫生限制措施 同时鼓励市民接种疫苗 建立群体免疫屏障 共同应付新冠病毒广泛传播的风险 主啊 我们更加要宣告 不是倚靠势力 不是倚靠才能 乃是倚靠圣灵方能成事 主要我们感谢你 回想在5月12日的祈祷会 主你赐下约书亚记的经文 没有留下一个 也没有一个逃脱的 主你教导我们 要为本地疫情能够清零祷告 而我们也真是经历到 本地的个案开始清零 病毒一个也不能逃脱 然后在8月18日的祈祷会 有代讨者领受了以施贴记的经文 厌至你得了皇后的位分 不是为现金的机会吗 于是以来基金在8月26日 展开了100日的祷告 鼓励香港基督徒 认领不同的国家 为万国列邦祷告 为万族万民求平安 我们祈求主你施恩怜悯 成就代讨者的祷告 求祝你坚固我们祷告的心 也都成就世卫和专家 对全球疫症的研判 我们心愿透过新冠药品 加上有效的防控措施 和病毒的追踪 世人能够早日脱离新冠病毒的威吓 在新的一年 疫情能够受控 世界各地能够逐渐回归正常的生活 人人都得享平安 求祢施恩比万族万民 直到永远 保守万国列邦在平安里面 在恩典中得着主的任备 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 我们相信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求着坚固我们等候的心 让我们能够全然交托 默然倚靠耐性等候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 恩信将诸般的喜乐 平安充满世人的心 使世人借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我们将一切交代给主 我们感谢你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阿门 很快就出现新一年又来了 我们希望大家在平安里面 仍然警醒吐过 因为警醒吐过一个很重要 是训练我们在危机里面 如何回应 比如我经常跟大家说 求主私隐的手帮助我 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情况 还要你懂得听 这些世代讲什么 如果是争拗多 指杀又多的话 就再就会形成了 你可以体会我们是否有警醒 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知道 愚言多就作就有定期 不要理他们如何说法 我们祈求主来帮助我们 靠恩站在他的宝座前 首先要知道一件事 祈祷死前难打是很重要的 因为忍耐到底必然得救 但是重点是 天国福音要传遍天雅 福音的大能 就是神的大能 所以在这些表达里面 我们要知道 究竟神他如何来到 去鼓励我们的 圣经里面 在提摩泰后书 保罗鼓励提摩泰的时候 鼓励提摩泰的时候 要做士兵的话 你要专注军务的 一定要忠心 在你的军营里面做事 不可以走开的 运动员就要克服己心 农夫需要忍耐 提摩泰厅 他说我所说给你听的说话 你要思想的 因为凡事的主必 一定给你聪明的学习 为什么呢 其实很多的东西 你觉得很难也好 如果你觉得上帝用难的东西 来到难位置来的话 你基本上是想错的 你一定要知道难是成功的 前奏 他跟着来跟提摩泰说 他说你要纪念 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 他从死里復活 征合附我所传的福音 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 他说耶稣是人子 就是你的困难 他完全知道了 他将他的圣灵赐给我们 他说圣灵来得 是要你想起耶稣的说话 是不是 所以想起的时候 你就不会是没有记性 只要你想得好的东西 你不要想起古古话的东西 你想得好的东西 跟神有份 他一定提你的 第二就是圣灵干 在你身上你就会有动力 而且你要知道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在一个战场上 魔鬼用不同的能力 比如说 耻笑 危机 来吓你 所以上帝给我们知道的一件事 就是你可以祈祷 祂说话给你的时候 祂知道你的困难 祂就要告诉你 福音的大能 就是上帝 祂就是那位完全的神 祂知道我们的困难 耶稣不单止来到大胃后弱 祂是从死里复活的 祂的大能是无法策度的 其实很多不同的事情里面 你都知道一件事 一定有出路 就不要就在自己没有出路 让我们知道 就算我做一点点也好 神也会作多多的 不过今天在我们的信息里面 新年的心智 我们一定要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 凡事都好 一定要到神的面前 不懂就告诉他 我都不懂 怎样好呢 神啊你教我 因为又大又难的事 我求告你就应运我了 求主帮助我们 现在经济一样的 这个又怎样呢 如果有经济不好的情况 最重要是 求神一张 方年的门关上 那为什么要这样的祈祷法呢 因为是尾线 如果你在尾线里面 你便会遇到上帝 因为你看到 神是眷顾世人的 祂一定是会救我们的 神啊你一定会救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要懂得宣告你的话语 我们要活出与神同行 我们要活出神是我们的任备 我们要活出一样东西 就是神施恩怜悯 我们要活出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能够到上帝的宝座前 人有奉主的命的祈祷 你要宣告 是一些来到坚定你自己的心智 和在你旁边的人的心智都很重要 所以你今天在代替人的时候 要为自己的守望 一起祷告 愿主帮助我们的警醒的守望者 主要你叫我们忍耐到底必然得救 借天国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作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在末期日子里面 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好 我们相信 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定知道应该怎么走的 因为素来 爸爸正拖着自己的子女 因此我们祈求主你的子女 个个都是拔着你的衣服 个个都是拔着你的衣服 我们一起来前行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让我们走失 也不要让我们放弃 求你坚固我们的心智 帮助我们 我们要靠着主的大能大力 打烊这项像 主要我们需要帮助我们的主 因为我们的心力 需要你坚固我们的心智 让我们的心里有你的说话 来坚强 坚强起来 我们今次透过你说 我们的城市 一个也不能留下 一个也不能逃脱 我们就知道 你说话 这个世界就有一个 神 你一定跟我们说话 你一定跟我们说话 求主兴起 世世代代 都兴起 全然倚靠上帝的人 让我们更多人 你懂得倚靠神 神 你跟他们说话 跟他们说话 以至指示我们当行的路 我们很需要你 兼顾我们的心智 在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要求你帮助我们 继续在这些祷告里面 尽心来摆上 我们当然希望我们有平安的日子 但无论平安日子也好 或者是其他日子也好 我们一定要警醒祷告 一定要警醒祷告 我们不要在危机里面 才说祈祷 我们平时日子里面 我们走到哪儿 祈祷到哪儿 求主兼顾我们的心 帮助我们将来见到你面的时候 你又对着我们笑 我们又对着你笑 就是最开心的 愿主兼顾一切 感谢神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阿慕 以来基金陈太太 你们是我们的后面的后盾 真是一路去侍奉神 一路去经历神的恩典 大家知道我由解读 解读 我们出了很多见证集 去年 出了一本就是监狱事工 神因为让我做戒祷 接触很多在监狱里面 神他自己很奇妙的 我是在五年前 拿了监狱事工 胆粗粗 又做监狱事工 好像不容易做 但是神的工作 没有什么是难的 阿们 所以今天很想和大家见证 去年出了个五色口罩 福音口罩 就是监狱事工的筹款 感谢神 一月就下定 三月就装修 四月就开始 这是一个教会 专系 去承载一些更新人士 今天阿辉 与阿辉 与我们分享几个 他在去年 由马来西亚回到香港 只是一年而已 神就让他成为了 我一个好的拍档 我刚刚礼拜日才去一间教会 讲报道 阿辉就讲见证 刚才我听到陈泰说 真是很有道理 越困难 其实真是最后会成功 我就经历过 所以我希望用最短的时间 跟大家分享一些 首先我讲讲前转 我在22岁的时候 的之前 其实我儿子是一个很坏的人 我有一个古惑仔 很多时候 我们为了上位 借了一笔钱 打算做偏门 但最后偏门又做不成了 债又欠人周身债 那些所谓兄弟就介绍我 就拿一种叫做四号海洛英 三个KG 由香港去马来西亚 再转机去荷兰 但我在马来西亚已经被捕 我在1993年4月30日 就在马来西亚被捕 接着1994年的10月11日 就被马来西亚的高庭还手死刑 然后在1997年和2001年的时候 两次上诉都是维持原判 都是判处死刑 那他得到的结果 就是得到 要么就搞刑 要么就等个王的突赦 2006年 得到第一次的突赦 是由死刑的时候 降下来没有歧途刑 然后 2016年的时候 再降多一级 再得一次突赦 是由没有歧途刑 降下来有歧途刑的20年 不过是由 突赦那天算起 就是如果不是这次上帝救我 我真正的奸期 其实应该是2030年才见到大家 但很感谢主 我真的 当我信了主之后 我没有放弃过祈祷 一直祈祷 但是当我颓丧的时候 我也有跟主说过 我说主 如果真的等到2030年 我六十岁 六十岁出回来香港 你要我怎么生活 由零开始 如果你想带我上天家 不如带我上天家 我也有颓丧 但是我也会祈祷 终于在2020年的时候 上帝听到我的祷告 接受我的祷告 救我这一条命 将我一个由难来都扶不上病的人 重新整理好土壤 放回这个世界 让我第二次的机会生存 所以我在2020年的12月9日 正式回到香港 不过还是要隔离 但是又很感恩 因为我觉得上帝一直都在帮我 他的恩典一直在帮我 当我回到香港的时候 那时候疫情是最严重的 但是他可以保守我 仍然健健康康 我希望大家每天都要祈祷 就好像陈太教我们 永远永远都不要忘记祈祷 好的 感谢主 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 阿们 在这段疫情里面 当我进入监狱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 还有留意新闻的时候 毒品很严重 每隔两三天 便会拘捕年轻人 是贩毒 在监房里面 我最近有一个 本来他要下个月出监 他在荔枝角 都要扔他进去 建宁州 因为荔枝角爆了 拘捕了很多人 另外我最近接触很多的赌徒 越来越年轻化 很多是大学生 为什么会这样 在疫情里困住 很多地方不能去 就是什么 吸毒 赌博 所以大家 真的为我们祷告 纪念 和场很大 很需要 这不只是那些年轻人 是整个家庭 他们的父母很痛苦 所以 求神使用 多请为我们祷告 求神给我们 栽培更多的人 来成为他们的祝福 所以请大家继续 为我们的团队来祷告 所以 短短的时间 我觉得如果不是神的工作 真的不容易 今天 我知道很多地方 有钱也不够 人也不够 但是 最重要的是 祷告要救 心中里面 只有一个就是 一生要 荣耀神 一生里面 得着更多有需要的人 我们一起为牧师的工作 来记一个图 圣咒的耶和华 祖作为一建立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是坦一名 他如此说 你求告我 我就应允你 并将你所不知道 有大有难的事 指示你 主我们知道 在这个世界里面 有很多人 誤入祈祷 但是主要你告诉我们 我们听 人人都有罪 人能够认罪悔改归正 是最好的 求助你帮助 更多人 能够有一个机会 可以认罪悔改归正 归入神的国度里面 但我们就知道 在这些工作里面 需要很多的支援 不单只是人的支援 是经济的支援 都很重要 今天我们以祷告 以经济来支援 孙牧师他们的 息酬人士 和戒毒的事工的时候 都沿着你来 感动我们的心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未必可以 身体力行 做到这些工作 虽然我们做不到 但是我们可以 以祷告支持他们去做 我们以经济来 支持他们的运作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众人 都能够 彼此相估 激发爱心免力行善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都是原始祢所照 在基督耶稣里面 是蒙上你的恩 叫我们能够相遇 能够成为一队精兵 我们感谢神 我们希望 在万事互相效力里面 我们能够证明 我们众人都是神所照 蒙神所喜悦的 求主兼顾我们的心志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阿们 刚过去的立法会 的缓届选举 过程大致顺利的 但是地区直选 投票率只有三成左右 今次这个立法会 有36人成功连任 较上次 2016年 有41人连任 为之少 即是说 今次的立法会 其实有很多新丁 虽然有些 这些传统的建制的 党派得到最多的议席 但是他们并没有 一面倒垄断的议会 相反在90个议员里面 其实有超过四成 真的完全是没有政党背景的 今次的选举里面 很多是学者 是专业人士 和商界的精英 我们真是 求着当中来到掌管 掌管带领所有的议员 真是希望今次 这个新的制度下 一些温和中间力量 能够壮大 能够促进 梁正善治 我们一同来讨告 我们为新一届立法会 议员来讨告 愿每一位 他们都能够有 爱国、爱港、爱民的心 真是做实事 能够真是 急民之所急 有策略去改善香港的 经济、住屋、医疗、安老 种种深层次的问题 能够监察政府一切运作 我们一同讨告 再上有权并的 人人当信服他 因为没有权并不是出于神的 凡掌权的 都是神所命的 掌管国度权并的主 求主赐福新一届的立法会议员 深派他们能够为主所用 为主所赐 聪明、智慧 面对所承诺的政綱 能够按时完成 不但回报市民的支持 更要成为市民可交托的申诉代表 在社会上秉行公义 以身作则 愿公平公义 成为这些掌权者作事的根基 真理成为他们表达的内容 求主带力一切 施下策略的主 求主施下属天的智慧 引渡所有立法会议员 能够进入爱主、爱国、爱港、爱民的思维当中 深远他们能够可见全能者的意象 明白至高者的旨意 面对国家能够尽忠尽 在体述民情、处理危机的浪潮中 必满有智慧策略 在政府与市民的争辞中 能够成为和平之子 我们又求主持所有立法会的议员 在处理富户窮人的问题上 有策略引导富者 进入基督的精神里 回归社会 因为富户窮人在世相遇 都为耀华所做 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阿们 一年几日的圣诞假期 我们都要为这几日的假期 去讨告 大家记不记得上年的圣诞节 是什么情况? 其实疫情非常反复 晚市就没有 教会都不能开门 但反观今年就很感恩 如果大家早几日有出街 无论是酒楼、酒店 或者是市道上 都非常暢黄 教会亦都开门 我们都知道 这个真是上帝的恩典 所以我们都要为这几日的圣诞假期 去讨告守望 特别为市民能够在圣诞假期里 能够继续警醒去讨告 警醒什么呢? 就是继续做好这些防疫的措施 因为其实我们很感恩 香港超过70天是没有本地的国安 这个真是神的恩典 但作为市民 我们都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做好不同的卫生措施 也不要放松 祈求主让我们能够 过一个平安健康的圣诞 另外我们都要为到 圣诞另外一个情况讨告 正如刚才肖木斯所说的 这些毒品的问题 每逢这些长假期都知道 这些毒品的问题都是 这些长假期在毒品的重灾区 很感恩 其实在过去几个星期 其实这几天都有 警方和海关都堵破了很多 大量的毒品案 我们都继续为这些情况 去讨告守望 给我们城中所有的市民 尤其是青少年 每个都要在这些假期的里面 都要懂得弃恶摘线 做正确的事 另外也都在这些圣诞排队里面 喝了酒的就不要开车了 人人都要老上满平安 还有我们继续为到 城市里面的市道去讨告 祈求主给做生意的 都能够有好的生意 作为市民的人都要开开心心 因为我们同心为到 这几天的圣诞假期去讨告 愿主的喜乐平安 充满我们的城市 我们同心吐告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最后很快就到圣诞节了 回想其实去年我们都因着疫情很反复 教会要关门 万事历都要暂停 大家不可以像以往那样庆祝 但我感谢神的恩手 确实是扶持我们的城市 只被香港能够清零 今年圣诞里面 大家都可以基本上 可以回复正常的生活 我们实在满心感谢主 主我们为这几天的 圣诞新年假期去讨告 求主将平安赐给我们 城市要充满主所赐的喜乐 求主保守人心 赐给作市民的 在庆祝之余 亦都要尽上市民的责任 务守警醒 能够提醒自己遵守不同的防疫走则 参与不同的防疫工作 注意卫生 让城市整体的防疫工作有果效 我们有感谢神捐估我们的城市 赐给警方和海关 能够破获不同的毒品案件 如果这些毒品流入城市 对人生命的破坏 其实真的难以想象 我们实在感谢主的保守 求主赐给警方和海关等执法的人员 叫他们对不同的情况 都能够有警觉性 能够有智慧揭穿所有的阴谋 赌博所有毒品偷运的方法 更加要将毒品赶出我们的城市 由愿主保守我们城中所有的市民 尤其是我们的青少年人的脚步 在圣诞和新年的假期里面 人人都要晓得分辨善恶 远离试探 个个都要喜悦作正确的事 由愿主的平安充满我们的城市 切路上满平安 愿所有的驾驶者都是负责饮的人 喝酒之后不会用博下去挑战 身边也有朋友去提醒他们 由求主的复兴临到我们的城市里面 致比要做生意的 人人都能够有好的生意 愿香港的经济和市况能够暢旺起来 我们再次将我们的城市交给主 愿主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城市 又致比香港城市的气氛 能够充满和谐和喜乐 又叫我们的城市在主要保守之下得着稳妥 我们感谢神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让我们一起起立宣告耶稣復和 光荣熟恩主耶稣復和 信父耶稣復和 圣里所记忆 以靠基督大能 奔走奔与奔 若爱着永得死 命爱尽天间 光与属恩权 也所以防护 死我已被绽放 圣里所记住 掌管人心的主 以往我们很多时认为 越多人发表不同的意见 反映社会的多元性是重要的 殊不知原来意见过于纷纹 缺乏明确的方向和异仗 反叫人无所适从 产生混乱 结果国人任意而行 造成更大的亏损 主啊 地上万族将要进入2022年 求主刺下异仗 兴起更多合神心意的领袖 甚愿他们得听神的言语 明白至高者的旨意 看见全能者的异象 面对群众能够聆听 也能动释声音背后不同的需要 愿所有领袖都有敬畏神的心 心中尚传神的道 借着律法带出公义黄美善 有智慧平息一切纷争 主啊 我们诚心祝福所有作观掌权力 能够凡事尽心而作 尽力而为 愿一切诚信真实的态度 廉洁自省的心态 都与他们有份 甚愿他们在主所赐的聪明智慧里 能够尽力完成所托付的使命 绝不以考取豪夺 来作利己之事 求主让政府上下官员 都要在诚信真实里好好学习 在爱国爱港中必须身体力行 让香港借城再次成为可信可教的城市 感谢主 主啊 唯有你是帮助我们的 求主赐香港在完善而具历史性的社会制度中 仍然具备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有稳定而有利于 经济长期增长与发展的环境 求主兴起香港的工商业家 对香港的经济发展有原状 肯摆上长远持续的经营 甚至于主持下灵巧精密的思维 创新的设计 又要这些肯想肯做的摆上 能够遇上庞大的机遇 让香港的工商业 能够有突破性的发展 甚至香港在亚洲 甚至世界性的发展路向上 有清晰明确的定位 叫香港不但在中国 更要在国际间 成为一个重点城市 拯救世人的主 我们不但祈求主 在所有陷入困境中的人 四周兴起好轮舍 我们更加祈求主耶稣 要成为这些困苦人的好轮舍 因为只有主才知道 这些困苦人在哪里 主啊 求你起来 神啊 求你不要忘记这些困苦人 主啊 这些杀害为何兴万上帝 以为你不追究 神啊 其实你已经看见了 你要为这些困苦人出头 求主把生命之道刺给他们 把福音的好信息放在他们心里 叫他们能够停一停 想一想 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 因为上帝介入了 求主思恩成就 有些国家连续多年出现寒灾 人民生活极其艰苦 但却有些地方在暴雨下 酿成严重的水灾 患有病毒的肆虐 一次又一次的变异 叫人疲于奔明 因着疫情的影响 经济滑落 世人在担忧中生活 主啊 面对这些不断响起的求救声 使我们想起经常的话 除你以爱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此下别的命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求主在世界各地 兴起拯救之声 甚至肩负全阳上帝福音大能的信徒 在各困苦之地 宣告上帝大能的说话 为各地的灾情求拯救 求平安 求主思恩成就 现在又是给祝福的时间了 愿你平安 愿你的家平安 愿你一切所有的道平安 现在有请抗卫恒牧师颁布上帝的赐福 请大家抗卫恒牧师颁布上帝的赐福 以晚内里的主啊 我们感谢你 因为普天同庆 救主降生 圣经记着说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他明称为奇妙 策士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他的政权与平安 必家争无穷 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 治理他的国 以公平公义 使各坚定稳固 从今直到永远 万君之业 我的意心 必成就这时 在至高之处 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 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愿以晚内里的神 尚与我们同在 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平安 尚与众弟兄子们们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